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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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莫莉 今天想要跟你們聊一聊關於畢業紀念菜的事情 我想我是一個蠻念舊的人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 明明現在手機遊戲、實戰遊戲都已經那麼絢麗五花八門了 我都進入到3D 但我覺得還一直在玩2003年那種2D遊戲 大部分的人應該都蠻喜歡那種可以觸及懷舊的感覺 但是接觸幾點之後啊 很多我小時候的東西 舉凡像是聯絡簿、小玩具 一些自己以前寫的小東西 兒時記憶的東西 幾乎都被我斷捨離掉了 我發現照片或是腦海裡的回憶 就已經足夠我去追尋以前那種美好 不一定要擁有那些東西 所以漸漸試懷之後 就把那些東西都給丟賣捲掉了 那麼說到照片 自從開始數位化 什麼都可以存到電腦之後啊 我就覺得畢業紀念冊是我最矛盾的保留 什麼東西都可以用需要或不需要的判斷來決定去留嘛 但是紀念性的東西好像就不能這樣判斷 馬里輝老師是用 只留下能讓我怦然心動的東西這樣子來決定 那我就開始在想 這些畢業紀念冊真的有讓我怦然心動嗎 還是我只是被這個詞給綁架住而已 畢業紀念冊要留嗎 我覺得很多人在做斷舍禮還有做紀念的時候都會猶豫 然後但是最後去選擇先留下來的東西 畢業紀念冊 畢業的紀念冊 意思是這一本本子裡面是在紀錄你那一段生活時光的點點滴滴 所以無形中我們會覺得這是一個好重要好值得紀念的東西 但是我認為現在的畢業紀念冊設計上是有問題的 而且也不再那麼符合現代人的需求了 這邊講一下我是1996年生的嘛 所以如果有之前的前輩或是之後的晚輩有什麼不一樣的看法 也歡迎在下面分享 好首先是畢業紀念冊一個班級裡面可能頂多只有幾頁而已 譬如說有10個班級那每個班級有10頁那這樣總共100頁 可能再加上導師頁空白頁或是一些共同的回憶部分 金裝啊書封等等這些設計可能總統就120頁到150頁之類的 120頁只有10頁是你認識的人 好吧也許你人員很廣有20頁會是你想要看的 但是剩下的那100頁呢我們保存了這麼多頁 然後又是這麼厚這麼精緻這麼重的一本 但是卻紀念了這麼多你不在乎甚至是不認識的人 這樣不是很矛盾嗎 因為我從小就喜歡用Photoshop制圖的關係 所以國中高中的畢業紀念冊都是我負責編排的 就是必酬會啦我是負責後製編輯的人 當時我負責我們班上照片頁面的編排啊 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跟所有的同學要到照片的電子檔 然後用我當時學生等級的美編編輯技巧 搭配文字一些綜藝特效或是圖案 拍出一些造型圖樣的設計版面 學校把畢業紀念冊交給學生處理 無疑是想要省成本嘛 那就可想而知 其實學生的編排技巧處理就是會很粗略 這樣就會影響到美感 然後整本其實看起來裡面內容是不太有質量 這對我來講蠻重要的 因為我很喜歡看有美感的東西 等等 又有一個很矛盾的地方 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跟所有的同學要到照片的電子檔 要和所有的同學要到電子檔 所以照片的來源不就是大家的手機嗎? 所以如果大家copy一整份那個照片 然後帶回去不就什麼照片都有了嗎? 這樣身為編輯委員我也不用去選擇照片 然後去想怎麼辦怎麼樣可以塞更多照片在這一本本子裡面 雖然當時我沒有任何極簡的概念 不過我有跟我的同學們講說 如果你們想要一整份電子檔可以跟我說 不過當時大家都在忙機車學車那些根本就沒有空理我就是了 通常同學們會提供給我的照片 都是跟他們自己好朋友拍的 所以他們在意的人重視的人還有想要記得的人 早就已經保存在他們手機照片裡面了 如果要說這一本BA紀念冊有什麼不一樣的話 大概就只有那種團體照是我們大家比較沒有的 好比這種圍圈圈啊或是一起拋學師帽的那種 但是想要這種照片也就只要買那一兩份電子 然後買那一兩張照片就好了嘛 再來我又想一想BA紀念冊的使用頻率 我多久會想要打開一次這一本來看呢? 如果沒有的話或是有別的方式來看到裡面的照片的話差別是什麼呢? 每個人對自己 國小國中高中會有不同的回憶嘛 那就我自己而言其實我並不是特別喜歡我讀書的時候的時光 我的成績不是特別好所以讀書沒有成就感 那也沒有在學生時期交到一生的閨蜜 不過最主要是剛剛講的照片都已經數位化了 如果我想要看照片的話 朋友的照片其實大部分都在硬碟裡面了 對小和手翻的感覺確實是比較不一樣的 但我也覺得看電子檔是不是真的就夠了 因為這一整本的重要性就上述而言真的不算高 與其看裡面其中幾頁少少的幾張照片 不如我去翻Facebook或是去翻我硬碟的照片 紀念價值完全不減甚至有可能照片多到讓我看到凌晨三更半夜 好說了那麼多其實也是想要說服我自己 該找個時間去斷舍離畢業紀念冊 我比較輕鬆的是我連掃描這幾本都不用 因為就我剛剛說的我是負責做畢業紀念冊的人 所以呢之前的編輯檔照片檔 甚至是Photoshop的修改檔我都還留著 所以檔案本來我就有了 我想要告訴我自己不用被畢業紀念冊這幾個字給束縛 也不用被行為給束縛 不需要覺得丟了這一本就是丟掉了這一段回憶 我們在乎的回憶其實只是這一本裡面佔比超低的一點點照片而已 手上的這四本呢分別是 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的畢業紀念冊 這一集拍完之後我就會想要跟他們說掰掰了 不過我會想要留下幼稚園的畢業紀念冊 這一個是我 結果說了這麼多我居然還是要留下幼稚園的畢業紀念冊嗎 雖然幼稚園的同學我幾乎不記得幾個了 但是我覺得他這一本很好的設計就是 這一個廠商會讓每一張照片裡面都有我 還有當時我幼稚園的時候並不是數位的時代 所以並沒有太多數位的記憶 就不是人手一隻手機在互相拍照的記憶 還有因為是廠商編排的我覺得編排的蠻好看的 而且這一本還一直上發一個香香的味道 那我到目前為止現在看到這一本都還是會有怦然心動的感覺 所以我不覺得我需要斷舌離他 這是我自己的情況 我覺得是時候可以放手國小國中高中的畢業紀念冊 但我依舊想要守護幼稚園的 你們也都有你們自己的故事 極見的同時就是再一次面對自己的東西 釐清情感 發現什麼東西才是在自己生命中重要的存在 所以呢大家就跟著自己的感覺跟想法去決定去或留就可以了 那以上呢就是這次跟你們分享我畢業紀念冊決定去留的過程 還有為什麼我會答畢業紀念冊是最矛盾的保留這個標題也是因為很多人都有問過我 畢業紀念冊到底要不要留啊這樣的問題 那我現在因為自己有下定決心的關係 我也終於可以好好的回答給你們 那這集就這樣囉 很開心我最近一直收到你們斷舌離前後的變化照片 還有愛上幾點的過程 你們的行動力就是讓我知道我自己在做對的事情 那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一集集結生活再見囉 掰掰 是否可能點現在的片座 又有什麼看起來 就好看 就好看 對不起